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年近五十了才能享用上如此珍贵的宝贝 不过这话你们两个听听就好 切不可在府外宣扬 省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是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 新追夫人家族的墓中出土了两件肃杀单一 震惊了全世界 因为这两件神奇的丝织品 让世人看到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 中国丝织技术有多么的先进 多么的匪夷所思 两件非常轻薄的衣服 其中一件衣服 绣长1.9米 衣长1.28米 有很厚的绣缘 但衣服仅重49克 不到一两 非常轻薄 速杀单一 折叠之后 甚至可以装进火柴盒里 这么轻薄的衣服 即使现在也很难制作 曾经国内一所著名的纺织单位 组织起一个公关队伍 专门研究复制问题 他们希望用现代科技 再现西汉私织技术的巅峰 但是到了1990年 经过近20年 专家终于成功制出 类似速杀单一的复制品 不过这件复制品 重49.5克 比汉代的还重了0.5克 复制的工作人员说 这已经是极致 已经没有办法再减量了